好,那我課堂都會錄影記錄下 環環講文工智慧的時候 只要有用到電腦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要看的是語言處理技術 那所以其實這門課 就是這一個領域有在很多大學裡面 職工系裡面有專門的課 像台大自然語言處理 還有正規語言 編譯器 這些混在一起 甚至台大可能也有開像機器班業課 那清大教大可能也都類似 要看他們有沒有這方面專長的老師 那所以這裡其實是牽涉到 好,人工智慧裡面 語言處理的部分 那自然語言理解 特別是自然語言理解 繼續翻譯這支人工智慧的一個領域 叫人工智慧 好 好 對 對 那 照理講我應該可以 可以 可以在幾塊一次 我們應該可以把它 都需要在這個領域的領域 看一下 可以這樣翻譯不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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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開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题 就已经下课过了 待会就不再下课 那这本书是创作功用 所以你可以用创作功用的授权去使用 那这个是跟城市的杂志的做法一样 那这是整本书的目录 那我大概今天可能会讲一半或讲完 OK,那语言其实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东西 所以才要做研究 那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技术 任何的研究 任何的公司可以把语言处理得很好 特别是比如说机器翻译 Google翻译有办法把文章翻得很好吗? 没有 那有没有一个程式可 可以了解你打的字 到底在讲什么意思 然后帮你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 如果有这样的程式的话 那会很强大 但是各位可能会觉得不是有Siri吗? Android上面不是有语音辨识吗? OK,对啊是有啊 然后呢语音辨识完之后 到底该做什么那个才是问题 你给他一句话 可是Siri不是会 比如说你跟他讲台积电 他就带出股票首页给你 那他不了解吗? 程度的问题 你讲台积电他会带出股票首页 因为他认为你 你念台积电就是要看股票 你如果今天念的是S战警 那就是要看电影 他已经早就分类好这些词汇 然后就带你过去而已 那你觉得他这样到底有了解你的东西吗? 如果长一点呢 是一句话 或者是一整篇文章 他能了解你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电脑可以了解 你到底在讲什么 这 有价值吗? 各位觉得呢 有吧 有价值 有多少价值呢 你觉得呢? 或许没有实质的价值 但是应该有研究的价值 没有实质的价值 但是有研究的价值 一定有研究的价值 但是我要告诉你实质的价值 大得不得了 你想想 你想想 电脑可以完全理解 一篇文章 而且不是一篇 是全世界的所有文章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我说的是理解 像人一样 就电脑了解全世界的知识 连上网路就惨了 你说什么 连上网路就惨了 连上网路就惨了 对会发生什么惨剧 全世界都会消失 全世界都会消失为什么 然后吸收到统治之类的知识 然后全世界 对啊 然后什么hiker的什么 然后全世界电脑 抽空子 然后人类就飞了 对对对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恐怕人类要毁灭 要毁到类比时代 而且 你也回不到类比时代了 因为他不会让你回去 他怎么能让你回去 让你回去他就死了 对啊 所以他应该不会让你回去 如果他有能力 不要让你回去的话 OK 各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神通情人梦 好久以前 我年轻时候的片 那是讲 一部像Apple一样的电脑 然后呢 爱上了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有个人 是那个 电脑的主人是个男的 后来那个男的变成那个 女生的男朋友 但是他就跟那个电脑在 抢那一个 女生 最后那个 那个电脑 就 就发射电击呀干嘛的 就让他们 让把他们关起来之类的 然后就为了争夺那个女生 那后来呢 后来电脑了解自己 这样是不太对 但是他又放不下 所以他决定自我毁灭 所以他就 从电脑的这一端 发射了 一个 强力电波 然后呢 就是控制啊 控制电厂 发射了一个强力电波 绕地球一圈之后 还摧毁自己 让自己爆炸 那这是 科幻 神通其人风 那 如果今天有一台电脑 他可以了解 文章 而且 能力就像人 那么 强大 那你会发生 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在讲 Big data Big data Hadoop什么之类的 都还只是在云端层次的 程式技术 也就是说你可以处理资料 那你可以 让他计算 这只是把东西搬到 网路上 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程式 他可以了解每一篇文章 那 第一个 他就 拥有了学习能力 从文章里面学会各种知识的能力 他没有办法学会知识 他就不较了解 对 他可以了解每一篇文章 可以知道核弹怎么做 他想办法控制机械手备做一个核弹给你 3D印表机做一个核弹给你 那电脑到了这种层次的时候 你说人怎么跟他对抗 他有 无穷无尽的CPU 他有无穷无尽的生命 因为他可以复制自己 他吸收了制造CPU的 技术 制造电脑的技术 当他自己要死掉之前 他再组一个自己 甚至他放到云端 他不止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他变成全世界最强的 一个超级物种 这个超级物种人类无法对抗 所以 如果发展到那个层次的话 那完蛋了 就骇客任务 的剧情会出现 他不见得让全人类死掉 因为 全人类死掉搞不好 对他来讲不是最有利 所以他就养你 从你的身体 汲取能量 但是呢 你就只能活在他所营造的 那个幻想世界里面 自害而已 控制你的脑波 为一些虚拟的影像给你 这就是骇客任务的世界 所以 AI不能太强 AI万一太强 那 会是个灾难 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在AI真的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水准 所以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问题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会是多大的应用 如果你说 我今天如果做出这样的程式 我要拿来赚钱 轻而易举 根本就不是问题 但是你要小心那台电脑 那台电脑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 你想想看Google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变成 这么大一家公司 只不过是让你搜寻 但是现在有一台电脑 可以理解全世界所有的Data 所有的 Article 所有的 文章所有的知识 那 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 那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 Big Data什么时候 成熟 真正的Big Data 当你完成这件事情之后 他绝对成熟了 但是那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影响很严重 影响很严重的但是 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达那边 那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现在离那个阶段 还超级遥远 完全看不到 任何可能性 不过也正是这样 我觉得 才是幸运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研究他因为我们既然离他那么远 我们就还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 不需要担心哪一天 电脑真的可以读懂所有的文章 然后变成一个 超级强者 我们现在还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大胆的研究那种关系 如果哪一天 你告诉我说 你快到达那个 边界 你快到达 让电脑 懂全世界所有文章的时候 请你赶快发个讯息给我 不过最好也不要发给我 不然的话调查局可能就会去找你 或FBI会去找你 这又是 又是科幻小说可以写的东西 但是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非常大气图性非常大 我们在 1940几年 图灵就在想这种问题 1950几年他就写了一篇论文讲这个东西 但是 他在谈说 电脑 什么叫做有智慧的电 他用 一个叫图灵测� 但是 基本上就是 用MSN或Facebook跟你聊天 聊完之后呢 如果你认为他是个人 他就成功了 他通过测试 因为他其实是个程式 但是他不告诉你 他是个人还是程式 现在我们都有这样的 层次存在 他会 Facebook里面一大堆假人 对 没事贴广告 那些贴广告的是真人吗 大部分 不是 对 所以 不过有时候也很好辩认 因为 像我 我们程式人杂志社团 每次都一大堆人家进来 我辩认都很简单 如果是正妹的照片 通常 就不是 怎么会正妹加入程式人这个很少 不是 然后 就判断一下 那有时候真的 正妹也会写程式 那就没办法 有时候会被我们误判 把它踢掉 可是 可是 这种判断方法 其实还 蛮准 稍微看一下动态讯息 对 稍微看一下动态讯息也有 但是 有些人他是真人 但是他发广告 所以你看他的动态讯息 不见得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是他本来是真人 他没发广告 但是后来呢 他的帐号被窃取了 所以他开始发广告 都有 很多 所以刚刚那个问题是自然语言理解的问题 自然语言理解是一个非常高层级的一个人工智慧问题 他比 什么影像辨识 语音辨识那些通通都还要难很多的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处理这种问题 这个我们 我们是我们想探讨 但是也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 我也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一点 这方面的能力都没有 万一我有了 的话呢 我也不会让你知道 不可能 我不可能会有 OK 如果万一有的话也不是我有 变成那个层次有 那就糟了 我也想办法先把它吹 好 这里有很多层次 我们可以理解 自然语言 这比较困难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标记语言 标记语言 是像什么 SML 知道SML 这是标记语 HTML 这是标记语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这种 有标记的语言 其实 会比较有线索一点 因为他有标记告诉你 说这里是什么 那里是什么 我博士班的博士论文就做这个 标记语言的理解 那 和检索 理解和检索 人造语言 这个可以理解 为什么 什么是人造语言 比如JavaSquid Java C 你的电脑能不能理解 C语言 要看你说什么叫理解 那如果我们对理解的定义就是 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东西呢 他的意义 反映出来 那一个程式语言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他要执行的动作 那电脑能不能执行一个人造语言 的动作 可以 但电脑能不能执行一个自然语言要求的动作 目前做不到 如果现在做得到的话 你就会发 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你告诉电脑说 我买五张台积电 然后他就帮你下单五张台积电 然后 这个其实做得到 这个不是很困难 因为针对特殊领域其实做得到 那 你跟他说 跟这个电脑说 那 帮我 买个便当吧 买个便当 OK啊 这都做得到 那 接下来你跟电脑说 帮我做一台3D印表机好了 电脑会不会做 是个问题 那 另外一个是 他底部理解什么叫做 做一台3D印表机 就这个问题 接下来你跟他讲说 帮我侵入中央银行把他的钱 转到我的名下 那 他做不做得到是一个问题 他了不了解 他没有办法了解你这句话 侵入中央银行是什么意思 把他侵入到我的名下 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有一台这样强大的电脑 那你可以做什么 OK 想一想 还蛮强大 对不对 尤其是把 信入中央银行把钱转到我名下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其实是 层次来讲 人造语言 比较容易理解 标记语言 有点难 但是 还算 还算 可以去处理 自然语言 蛮难的 只能够在受限领域 目前 在 放宽的一般领域 天南地北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语言其实是有 其实是有很多层次 那也有很多种类 这是语言的种类 再也语言有很多层次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语言 那语言到底 所谓的意义是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是对 目前没有 没有解 语言的意义到底什么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一道 好 那 什么叫做 自然语言呢 英文中文 法文、日文 这些都是自然语言 什么叫人造语言呢 C Python JavaScript Wuby curl 这层次语言都是人造语 但是有一种 是可以用来讲 但是他是人造语言的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听过世界语 世界语 其实他是一个人造语言 而且 据说我没有学过 据说呢 学过世界语 学会世界语的那些人呢 都认为 世界语是全世界最好学的一种语言 因为他是人造的 他的语法完全是 就像程式语言这样子的 结构很清楚 但是呢 世界语 被 被英语压 压掉 现在英语才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 如果 以 容易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讲世界语 不要讲英语 可是 没办法 因为 因为当初的 工业革命英国强大之后 殖民全世界 他的语言就变成 变成 世界语言 所以世界语就反而没有 但是 是可以设计出一些比较容易处理的语言 但是 你会认为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世界语 电脑就可以懂 电脑要了解世界语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我觉得恐怕也未必 虽然对人类来讲 或许他比较容易学语法很清楚 但是 讲到意义 这件事情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你电脑的 学习 还会有很多 困难的地方 那除了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以外 还有一种混合的形式叫做标记语言 那像HTML HTML 维基的Wiki Wiki的那个语言 Markdown是我现在用来写这种电子书的 一个标记语言 Restructure Test 这又是另外一种写电子书的语言 这些都是标记语言 这种 特别是 HTML和HTML直接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HTML只在 在意 显示的格式之类 SML在意的是语意 所以我其实博士的时候 我做的就是SML的 检索 语意检索 那 因为他拥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就是他的标记 告诉了你说这一块 属于哪个栏位 那一旦你知道他是属于哪个栏位 而且这整个文件是属于 哪一个 领域 或框架 或哪一个 标记架构的话 你就很容易的 比较比较容易的可以判断出来 每一句话到底 他会再讲死 那时候其实我 我用了一个蝴蝶资料库 还用了一个蛋白质资料库 就蝴蝶资料的SML描述 就蝴蝶资料的SML描述 蝴蝶资料的SML描述 才做得到 放宽领域就不行 那 所以计算语言学其实就是在研究这种 语言的处理 当然 很多人其实是不分自然语言 人造语言和标记人 但是我觉得分出来 会比较清楚 那这个东西有很强的使用架材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万一 有一个程式 真的可以了解 每一篇文章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刚已经讲过 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 什么叫自然语言呢 这些 是我从维基百科里面抽出来的 然后把他的格式去掉 那就是 这个都是自然语言 英文的 中文的 日文的 这都是自然语言 这在 这在介绍那个 Chomsky这个人 强姆斯基 有人翻成杭斯基 那这个是语言学的开山始祖 近代语言学的开山始祖 他还活着 前一阵子我还看到 他 还有我们台湾的媒体去采访他 然后请他发表对太阳蛙的看法 是 那 那他又是一个政治上面 其实他是 一个 蛮受到 注目的 所以 有时候 一些人会去请他发表看 但是他 他其实 他其实在语言学地位是非常高 而且 我看到了他的照片 我觉得 很意外 那个照片 看起来就好像 大概只有六十几岁 这是我的印象中 一九五几年他就提出了深层语法 一九 五几年 他就提出深层语法 啊五几年活到现在 他应该早就超过六十几岁了 怎么那张照片还六十几岁 我觉得好奇怪 对照片可能是二十年前 对照片还六十几岁 有没有一同修修过 OK 所以 这是自来语言 那这是 Chosky 算是语言学 的 近代语言学的 一个 重要 始祖 那他发明了深层语法 所以我们特别用他当历史 那标记语言就是把那个 你去维基百科看 英文的原始码 中文的原始码 日文的原始码 你会看到这样的格式 这是一种标记语 但是维基百科的标记都通常是为了呈现 斜体啊 书体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超连结啊 但是有一些标记像SML的 部分 他就是为了表达他的语意 所以你去处理维基百科不好处理 因为他只处理 处理格式字体而已 但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意义是什么 那你用SML 通常有一些SML 他就 就以语意为导向 他就会告诉你意义是什么 这样对城市要去处理就比较简单 所以呢 以维基百科而言 这是他的标记语言 但是这种标记语言不好处理 那这个是刚刚那一篇的原文 维基百科 呈现出来的样 所以就是Cielski 这张照片我觉得看起来好像 还好 六七十岁 但是事实上 他1957年就已经提出 提出生成语法 现在应该 现在应该恐怕八九十岁 1928年出生了 现在几岁 28 今天 14 还差14年 就100岁 所以应该是86岁 正确年龄 86岁 好就这张啦 这张让我觉得他更年轻 这张真的 六十几岁 感觉 好OK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如果我们用SM楼来标记 你有看到 SM楼 People Name 等于Nong Chosky Nong Chosky OK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处理 然后image UIL等于Chosky JPG 那我如果去处理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就比较 我只要 只要先 告诉电脑说 这些的语意 里面会有什么栏位 那他栏位的名字 这个Name里面就是 这个人的名字 那是不是超好处理 是不是 但是这一段就不好处理 对 Introduction 对一个人的介绍 那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东西 但是呢 他的影像是这张 Chosky JPG 很容易处理 只要是栏位里面 只有一个东西的 都可以 很容易的 明确的 知道他的意义 但是对于这种文字型的 就比较不容易 那时候我在处理蝴蝶 因为蝴蝶 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他们那个蝴蝶 这条故事在表述 什么样子变那蝴蝶 那所以 他的描述要嘛就是 蝴蝶 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个 就butterfly 这标记这边会是butterfly 然后里面呢 会是什么 会是 就说这蝴蝶的 的 shape shape就是形状 然后呢 texture 花纹 然后 产地 或者是那个 分布区域之类的 那当你知道他在 这个栏位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看他的 他的 颜色的那一栏 Color的颜色那一栏 他可能会说 白色底 但是有黑色斑点 你要去理解白色底黑色斑点这件事情 容易 相对的比较容易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在描述 蝴蝶的 颜色 所以你只要看到 看到 看到白色就知道这个蝴蝶有白色 黑色就知道这个蝴蝶有黑色 至于 白色底黑色斑点 那你只要清楚的去 到底斑点是指哪个颜色 底是指哪个颜色 把那个栏位一个一个填进去 你就抓到这个蝴蝶的意义 的颜色描述的意义 博士乐模就做这个 会不会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 好像也没什么 好像也没什么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 往往我们做的研究 本来就是 不会有人像蝴蝶王那样 对啊 就是 就是 每个人的研究只是努力的在 这种研究的 海洋里面去寻找一些 可能的标的物 然后想办法把它 解决的更好一点而已 我做的也就是这样 那因为 SML那时候提出来 然后呢开始 努力的在推广 然后 提出的人其实也试图 提出的人就是那个 Web的发明人叫Tim Pernally 那他们其实也是试图用 用这样的格式想要克服原本 Web的一些 语义上面不清楚的问题 因为Web是一个 HTML那是语法导向的东西 那完全是为了呈现而 设计 那他希望说 如果Web里面的资料都改成SML的话 那电脑就可以 比较容易理解这些资料 但是 后来SML我觉得没有什么成功 那他其实也 也被蛮多的 人接受 但是最后 其实我觉得他的诚意 语义过高 所以 他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成功 但是 对这个 SML的语义 文件做的 研究 我觉得 还是有他 一定的 价值 未来如果有这种 半结构性的东西 那 那这些方法还是可以用 OK 所以说我不一定要SML 我用Json 不可以 我去处理Json 如果那个Json里面的栏位 我已经都知道 他每一个栏位到底是 是 结构是怎么样的话 他每一个栏位 通常会放是什么东西的 SML的东西也可以套上去 所以呢 这种标记 是可以帮助你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没办法完全解决 比如说 以这个例子 做人物介绍 这个就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你可能可以预期说 一介绍一个人 他就会介绍他的出生日 OK所以你可以 可能你的城市就容易抓到这个出生日 还有他的名字 OK 然后呢 他是Marshton理工 学院语言学的 荣誉退休教授 这或许你还是可以抓得到 但是会相对难一点 然后再讲到 他的生成语法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 理论女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这里就更难处理 因为他 很难 落入到一个人的 描述的框架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都是学术理律 而且 每一个人所贡献的东西 天然地北 所以就不好处理 但是 你会看到 像说 1980到1992 他是 被引用数最多的学者 那 这个也不好处理 但如果说 他曾经工作过哪个单位 这个你可以预期 他应该会有这些描述出现 他曾经跟谁结婚 曾经是不是有小孩 或之类的 这些我们比较一般性的可以预期 好 那其他的 你就要看领域 如果是一个学者 那你就可能就说 他曾经写过哪些 论文曾经在哪里 任教过 OK 你就可以预期 当你范围越说越窄的时候 你能够 得到的资讯 就会来越多 所以 SML是有帮助 标记是有帮助 但是 还是会有一些 是会 超出目前层次的范围 那 当然如果有人呢 直接告诉那个程式说 帮我找个女朋友 这个具备完全理解能力的程式 他应该做什么动作 要帮他找一个女朋友 这 当然如果他做得到 如果他做不到 他应该要回答说 抱歉我做不到 然后那个电脑说 我自己都没有女朋友 不过我可以帮你Facebook 多加点好友 可以 可以 有一些是他了不了解的问题 有一些是他做不做得到的问题 OK 那如果 电脑可以做到这个层次 那 我们会觉得他了解了你的 你的 你的语言 OK 那 人造语言 其实电脑都可以理解 C语言 OK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他都 剖析成课数 而且最后呢 他都知道说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每个动作都很清楚 OK 那我们的 我们的程式其实在 编译器这种领域 总共就是在做语言的翻译 我把C语言翻成中介语言 再翻成组合语言 这不就是系统程式吗 里面讲的那个东西 系统程式讲 高阶语言 到组合语言的部分 那甚至有些语言可以 用来写 设计 像Vlog和VHDL Spice Vlog和VHDL 是用来设计数位 数位电路 Spice是用来设计这些电路 那 所以呢 语言其实是 有各式各样的层次 各式各样的 结构 但是这个结构在自来语言里面 不见得百分之百你都可以抓得住 那但在层次元里面你可以抓得住 在 英文中文 C和组合语言其实都有这些层次 词汇层次 语句层次 文章层次 词 词汇层次 像 PUS REAT JAN C INT ALL I SUM 这些 组合语言就 LDST R1 SUM I RES W 这些是词汇层次 语句层次呢 就是整个句子 JAN READ PUS 约翰读书 INTS等于零 这语句 LDIR万零 文章层次呢 就 JAN READ PUS He is a fan of Haricott 他是哈利波特名 所以 电脑能不能理解这样整段 的句子 他知道什么叫做是 哈利波特名 的件事吗 那读书跟哈利波特名有什么关系 如果一个城市要能够理解这些东西的话 好 这个城市应该Gbase 好 那对城市语言而言 我们所谓的理解 OK 把它翻译成 机器码 机器码可以用CPU执行 OK 这样算不算理解 那对自然语言处理 电脑就有点困难 你看这次 这是我把Chomsky那一篇贴到 贴到Google翻译去翻的结果 翻出来怎么样呢 Noam Chomsky 是 Cognitive Scientist 然后呢 Logician Historian Political Politic 所以他是有牵涉政治领域 他是政治评论家 然后呢 所以你看这个翻译好像不错 但是越后面你会发现他翻的越怪 他已经在那边工作超过50年 还OK 此外他的工作在语言学上 他写了战争政治和质量媒体 是作者的100本书 这一句话我就看不懂 什么叫做他写了战争政治和质量媒体 是作者的100本书 这个Google翻译 不了解 所以他翻出来 就怪怪 然后 根据1992年 艺术语人文 影文 索引 乔姆斯基 被引用来源往往比 任何其他生物的学者 怎么会是生物呢 这很明显不对 很明显不对 1980至1992 但是第八次被引用 最多的来源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越后面就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这不是他的意义啊 你去看中文 就会知道 你看英文原文就知道 In addition to his works in linguistics 除了语言学上面的 成就以外 他有针对战争 和政治 还有大众媒体 发表 就做写作 然后呢 而且是超过100本书的作者 是作者的100本书 他是超过100本书的作者 对 OK 所以这个人产量也很丰富 According to the art and the humanity citation in text 根据这个艺术和人文的 所以 指标 这又是我没 刚刚没讲过的一个指标 我们刚讲 SCI EI SSCI 那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 Art and the humanity citation in text 艺术与人文 所以 乔姆斯基是 1982到1992年 被引用最多的学生事一 然后他是 第八个 他是被引用第八多的作者 全世界被引用第八多的作者 OK 那以人文领域而言 这是非常不得了 因为前期多可能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 升学领域 人文领域 好不好他是最多的 好 那这个 后面的一段 翻译的就是差的更多 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美国外交政策 他怎么会是一个外交政策 这根本就乱单了 所以翻译其实很困难 你要能够完全翻译的证券 基本上你可能已经到了 要让你的电脑可以理解 那篇文章的水准 但是电脑 理解那篇文章 完全理解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 那不得了 电脑会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所以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做到 所以是不是代表机器翻译 永远都不会做到很好 不知道 但是如果做到很好的时候 大家就要很小心 万一哪一天你发现 有一篇文章是电脑翻出来 而且那篇文章很 很不容易翻 然后呢 电脑翻了之后你会发现 他完全 掌握到那篇文章的精髓 而且翻译的脱脱是道 然后呢 呃 呃 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自己都 没办法翻得这么好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小心了 因为事件万一快到了 OK 那 要把维基百科其实翻译成中文 其实 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们维基百科里面是天哪地哪 哪天维基百科被翻译成中文 而且 纯粹是电脑翻的 全部都翻得很好 那我想 世界魔力也快到了 快到了 好 好 那所以语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他的意义 真的我们真的还讲不清楚 抱歉 42分 我刚刚 不小心怎么觉得 好像听到终身 好 所以我对语言 所谓语言意义的解读是这样 就是 如果 一个程式 看了这些语言之后 可以照这些语言 来做 语言要求的动作 看了一句话之后 做那句话要求的动作 看了一篇文章之后 他可以 做 那篇文章要求的动作 那我们就认为 他凝结了这个东西 举个例子 如果使用者说 帮我把Facebook打开 然后念出今天的留言给我听 然后电脑会做什么事呢 他会做 打开浏览器 自动连接到Facebook 网站 输入你的使用者账号 密码 如果你有授权给他的话 接下来呢 他自动登录 进入讯息画面 在讯息画面呢 上面 把那些文字 截取下来 然后用语音 辨识程式 用语音合成的程式 把这些话 一个一个 语出来 那我就认为说 他了解了 我现在所说的这句话 都会觉得 这样子的定义 有合理性吗 但是 这种定义 没有一定的定义 这是我对他的定义 为他所必要的 对他如果有拒绝你的能力 那你也要小心 就代表说 他已经不受你指挥了 而且 他搞不好 还有 自我思考的能力 不过 要写一个程式 到处拒绝 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 他永远都跟你说不要 所以他就只会释出不要 这太简单了 我可以做得到 那 我们也给各位看过 上次有给各位看过嘛 对不对 那个聊天程式 对不对 他就 呼啰你嘛 你说到你的家人 他就说 那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之类 然后 事实上他 他不是完全了解你的东西 可是他可以混过 那 也有一些层次呢 他在某些小领域 可以了解 到底说什么 比如说 琼斯基他们这一个组 196几年的时候 他们就做出了一个 Baseball的层次 棒球 然后他是 他是 根据棒球资料库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只能问他的 就都是棒球的问题 那他 基本上可以做得不错 但是对于这种 天然地北的问题 目前的一次 还没有 有一个办法是他辩认说 我自己不懂这些领域 然后我就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我拒绝回答 他拒绝回答是 故意让你以为他知道 但事实上也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呢 这是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整次 但是 幸好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做语言理解之前 语言理解比较困难 所以 我们先来做语言申请 我有没有办法 写一个程式 去自动写文章 这个东西 有没有用 告诉各位 其实有时候还蛮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去念研究所 所以很简单的 对他一定会想要一个程式 就是我不要去念 然后呢 我有用一个程式 他自动帮我写完论文之后呢 我就把论文交给老师 老师就说 你可以毕业了 然后你就毕业 这不就是 说 研究生的梦想 但这种程式做不做得到 告诉你 现在有 如果你们老师会一点的话 你交给他来 真的给你毕业 曾经有人 做过一个实验 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在讲 SCI EIS SCI 这些 这些期刊 这些东西 还有研讨会啊 那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 领域有什么 Journal 有什么研讨 Conference 那些的 然后呢 你 有没有想 过说 我如果拿那些程式 产生出来的那些论文 我去投这个研讨会 会不会上 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这样头 人家发现 你根本就是假造 就说 自动产生的 你整 一辈子的学术 名誉就毁 未来 人家把你列入黑名单 再也不让你投稿 然后人家检举你就 就 就 被认为是一个 一个 只为了 为了学术 的名誉 不择手段 只为了巴洛文德 可以再发一篇 就是有关这个研究的 哎 你说的对 正好就是 有人做了这件事 也就是说 有人呢 他就用这个产生了几万天 然后就 到处自动投 你知道吗 乱投一通 结果呢 他想测试什么 他也想测试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在死 然后呢 我会不会 这些自动产生出来的垃圾 还是有人接受 结果他发现 真的有 而且比例还蛮高的 所以 所以到底 到底 SZIEI 这种东西 到底 当然 他投那个越高等级的 被接受的程度就会越低 因为那些真的有人在死 他有一些 有一些 甚至 你投上去他就自动接受 那种 那种 有一些是他根本就没时间看 所以他就 最后呢 因为 因为他杂志办不下去 就像我半程式的人杂志 如果今天呢 我缺文章 缺稿子 可是我 我这个月要开天窗 你投了一篇稿子给我 我会不会开灯 我很可能 就开灯 结果不知道他是一个自动产生的垃圾 对 对 有 所以 我们世界真的是这样运作的啊 有办法 你的神导人的 时间有限 那除非 那除非你先 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 但是这个其人之道有点困难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生成比较容易 理解比较困难 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一个程式去检查 这篇文章是不是自动产生出来的 如果是的话我就把它拒减 你做得到吗 可能会很难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 类似停止问题的问题 停止问题 图令证明的 电脑 无法解决 所以 自动产生文章 去检查 是不是 到底是人还是程式产生的 写的 这件事情 或许 也是难以判定的问题 OK 所以 这里有不对称性 我可以写程式自动产生文章 但是我要写程式去自动检查却很困难 这种特性有时候很好用 各位有没有想过像 你不是进很多网站吗 结果 从前在网络发展早期的时候呢 网站出现早期的时候 很多 很多 很多人呢会 会写自动登录程式去登录某人的 账号 然后呢 就 就 怎么讲就是 或者是说 他自动去 去弄出假的人 然后去申请账号 好 OK 那后来 这个部分 比较有解决 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各位现在都在用 每天常常都在用 解决的方式是 对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产生出来写的Y708的那种字 对对对 有时候那个 歪到连人都看不懂 但是 他为什么要做出那个Y708的字 防机器人 防机器人 那 这里就是有一个不对称性 因为人很容易看得懂这个东西 然后程式很不容易看得懂这种影像 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过滤到底也是人还是机器 有时候还换一下 人都看不懂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想要 验证说 你今天是个人 投稿给我 而不是一个 机器投稿给我 我也可以采用类似这样的手段 我不一定要从文章的内文 理解方面去着手 对不对 如果投稿这个人 他是要顾获大的话 其实 有可能啊 其实最难防的是抄袭 对啊 我根本不需要自动产生 我就 到处抄 对 抄了一堆 甚至我就把别人的文章 直接员工不动 投给你 你检查得出来吗 只把作者的名字换成我的 你检查得出来吗 对啊 这就是问题 但是呢 在学术界 这个是大忌 你一旦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被开除 永久处理 所以 我们前一阵子好像还发生 有一些校长级的人物 然后被指控他的论文只抄袭 有啊 蛮多的 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个语言怎么产生 其实蛮简单的 你去想想 我说 我说S等于AB A又等于B A或B B又等于C或D 那这个语言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语言呢 它会产生出 ACABBCDD OK 那要产生这种语言 我写一个 简单的递回程式 很容易就做到 我要产生自然语言也简单啊 因为 一个句子不就是一个名词 子句 加上一个 动词子句 暂时没有考虑子句 那就名词加动词 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句子 名词如果有John跟Marie 动词有It跟Toast 这里应该是N 这里应该是Win 不是A&D 那这样不就会产生 John is John Toast Marie is Marie Toast 四句啊 看起来都是句子 再复杂一点 我们可以说 句子等于NP 名词子句 加上VP 动词子句 NP呢就等于 定词 加上名词 OK 那VP就等于 动词加上名词子句 这不就是 国中学的那个 英文 混版 最简单的 一个版本 好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啊 句子才是NP加VP 对啊 那VP呢又产生D和N NP又产生D和N VP又产生V和NP 这个NP呢又产生D和N 那就变成 the dog at the bone 这只狗 撕 那根骨头 对啊 所以我们就 就可以 写出 更完整的 一套语吧 句子就是名词子句 叫动词子句 那NP VP 那NP又是DEP DEP就是定词 加上ADJ形容词 加上名词 加上DP 副词子句 副词子句 OK 那VP 又产生V 加上NP V是动词 NP是形容词 是名词子句 DP是副词子句 OK 那接下来PV呢 PV是副词子句 它又等P加上NP P是副词 OK 所以 那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其实英文文法也不难描述 但是这样的描述能不能百分之百 不行 可是 我现在不是要去做理解 我现在是要去做产生 光是这样的 一套语法 我就可以产生出变化无穷的句子给你 甚至你还看不出来 他是假 只要我层次稍微 考虑一下 把相关的东西 让他有比较高的机会出现 你可能还真的看不出来他是假 可以像 The dog saw a man in the park OK 也是这样一个形式的句子 你完全可以用这种语法来描述 甚至像这个 这么复杂的句子 也可以 变成这样的一个句子 但是 现在的一般人写的句子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可以转换成数 很多没有办法完全转换 很多只能转换到下面 上面结果上去 好 但是我们要产生相对容易很多 我如果想产生数学词 我就用这个语法就够了 1 就是运算式 产生n 就是数字 或者是1 加减乘乎1 n呢 就产生零到九 这样 这一个语法 就能产生像这样的 范例 很容易 你写的程式 非常容易 好 那 当然你也可以加上挖号 但是这一个 这一个产生方式呢 他没有所谓 先乘除后加减的概念 没有 因为他会怎么产生 就怎么产生 他没有先乘除后加减的概念 如果你想要先乘除后加减的话呢 你就要再加一个T 利用这样的 形式 让他可以 可以 这个不是先乘除后加减的 这个是前面的优先 前面的优先 让他 产生前面优先的语句 那这个不合语法的 范例 这个例子 不会产生 但是有时候要产生 对括号 如果你 你这个 这个 括号的部分 权重放的 比较高 好 所以语法到底要怎么描述呢 这个 Chomsky给了一个 很完整的答案 这个很完整的答案 是Chomsky的语法理论的精髓 他不 Chomsky基本上不只是在 不只是在 语言学领域影响很大 他其实在 电脑领域影响很大 为什么 所谓的formal language 正规语言 就是从Chomsky 这个概念开始 那正规语言 里面 Chomsky他们把 他分成了这些类型 Type0 123 Type0呢 是α产生β 完全没有限制的生存语法 α可以是任何东西 β也是任何东西 那 Type1呢 一定是αA 所以A是一个中端节点 去产生αγβ 这是Type1 Type2是 这边一定是 非中端节点 这边 可以是中端节点 和非中端节点 A产生γ γ可以是任何东西 Type3呢 是A产生A 或A产生AB 这样的形式 这每一个都会对应到一种语言 一种层级的语言 这种叫做regulate 正规表达是可以抓的那种语言 是Type3 所以其实是 最弱的 能力最低的那种语言 Type2是context 这基本上已经可以描述 绝大部分的自然语言和存次语言 这是Type2 Type1是context 它就是 你前面到底讲了什么 会影响到它后面的语法 这种语言 其实就 就会 不好处理 那Type0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基本上Type0语言的能力就相当于 2-0 电脑的能力 就相当于电脑 的能力 所以 Tonski其实在资讯里面 领域里面 电脑领域很有 贡献的地方就在 他把这些层次分的出来 而且他可以证明 他可以证明这些的等价关系 这个跟有限状态机等价 这个跟堆叠机等价 这个跟限性 非决定性 图灵机等价 这个跟图灵机等价 这是Tonski他们的构限 那今天 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就 到这边 直接下语 好